高人氣網紅亞莉媽王君平 建議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件生活中發生的趣事 他曬出一張仙人掌的照片 發文寫道 昨天我和老公去買狗狗飼料 我們家附近的寵物店 除了賣寵物相關用品之外 還有賣很多植物 於是他想到可以買一個仙人掌 放在兒子的電腦前面 後來在回家途中的車內 他不需要盆栽因為搖晃拔圖撒出來 所以就把仙人掌用大腿夾住 結果仙人掌一堆秘密麻麻很細的刺 就繞繞刺到他的大腿內側 讓他覺得真的是超痛 後來他回家後 拿著他自小把刺拔出來 但是卻一直拔不完 讓他超崩潰 後來他使用蜜蜂 才成功把仙人掌的小刺整個連根拔出 也終於讓這件荒謬的慘案落幕了 現在的新鮮 在新鮮市場上 看著新鮮市場上 世界各有的香港人 新鮮要大腿 現在第一次 在新鮮市場上 有關於新鮮市場上 有關於新鮮市場上 所以在新鮮市場上